今天去歌连神国炮台 在齐湾坐476M 我们去总站下车 下车之后就直行 即是左转直行 经过这个小西安村 继续直行 接下来的公园就好了 这个公园就躲上去炮台 我们去看看路径 我们的位置在这里 炮台就躲上去 大家还可以去一下灯台 这里有浓浴境 即是两条路 大家不要走 上去这里有个亭 可以在这里休息 直上 就是这里 然后这条路上去 我们就会见到 然后又可以休息一下 这条路一加大 实际上都可以走 多些马路 好了 我们看一下 继续上山 这里有个亭 你都可以休息 所以这条路很舒服 继续前行 继续前行 这里有个 哇 有个洞 在洞里不知道有些什么 就是这条路 主要是不太拖手 继续前进 所以我们帮人 有利益的心 是 这个继续前进 这条路都好容易走 两声 好了 我们继续前进 这样的路是平路,也有人乘车,也有人跑步 我们现在继续前进 这里有一个分叉路,这个是直径来的 这个是会快很多的,可以乘过炮台 这里就要走大圈再过去 看看大家喜欢走哪里,我们就直去 好,我们来到農若乐园 这个环境就是这样 这里,这个方向是去城楼署的 这里就是炮台 我们来看看这个风景 对面,对面是障碍楼署 这就是障碍楼署的那条桥 这里有一个茶水间 游茶店 这里就是上去哥林神角 那我们不上去 我们就由这里去城楼署 去看看炮台 哇,这里 对面有风法 我们看完这个观景堂 然后就这样下去了 去城楼署 去城楼署 现在开始下山 好,我们看完这个观景堂 静一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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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我们很快去到海旁 今天天气都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那这里叫哥林神角度 那我们可以去一下这个观景堂 那我们可以去一下这个观景堂 观景堂呢 我们可以看到 看不到 看不到对面 看不到对面 哇,这个风景 那这里呢 即是都是一个观景堂 这个环境都不错 不错 下面不知道是什么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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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什么 怎么下去呢 好了,我们离开这个观景堂 现在我们 慢慢下山了 那全部都是马路 有很多菜的地方 真的都很舒服 那我们看看 前面的风景 在上面 好像都有人住 也是 这个是个层子 什么呢 甚至是脸不大 即是脸不大 不大 那呢 这个灯柱 下面呢 那这个灯柱 下面呢 再一个有一个空间 可以来看一个鞍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是泡台 是泡台 即是没有走太远 在某柱里 这样走 就看到了 好了 看看 这条路也挺崎嶇的 我们就 慢慢可以 拉成 这条路 是泡台 是打卡位 好,我们先去打卡位 那些小路 都没有自己过去 多人配合 这个在哪 下面是 这条路 是整家柱里 看看这些桌子 差不多去到泡台 哇,这个镜子真的很漂亮 这个镜子很漂亮 好了 哇,你看看 下面就是泡台 那我们差不多到 那个炮台 看上去 都 挺高的 但是风景呢 看上去 这个是打卡点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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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这个位置 今天都可以钓一下鱼 就是 就是 右上 有一个 很高的地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灯塔 不是,包在下面 我就是 就是 约约约 一些时间 这个呢 是很高的 对啊 就是 一定很小心 一看下去 一看下去都很高啊 一看下去都很高啊 就来到这些 極点 一看雪 多有雪 6月4号啊 背包都很高的 你看看不看得到 下面 下面才是深 三月 好了 我们终于到了 高宁船 登塔 跑台 不是 極点 是 那是 那是 極点 真的 有 一 那些是豆沐食給你們 那些是豆沐食給你們 這就是泡河 這就是泡河 有很多泡河 如果在這邊有一個安全 大家比較少看 在這裡有一個安全的地方 有一個安全的地方 就是要跳下去 在這裡可以打完胎了 可以打完胎了 這裡有一個派石 這裡有一個派石 對,這裡是泡水 這裡是泡水 我們來到這裡 有了 現在回程了 我們走到這裡 這裡的景點 看著南亞半島 這裡的景點 相當美 這個就是 對面的張英雅 看到對面的橋 這裡有一個海斑場 不過我們今天沒有時間 這次有這麼多路 我們來到地上 都經過一個海斑場 在網網 這個海斑場 都挺長的 有人跑步 釣魚 都挺舒服的 這對面就找我 這裡是 這裡有沙發